兄弟们,昨晚的后续来了 笑话姐年年昨晚因为大狗手感太好 而自己的赔丸表现太差 所以就一直压力她的赔丸 并且还说出了一系列侮辱赔丸的话语 自己也曾做过俱乐部的赔丸 如今她摇身一变成了老板 就开始不把赔丸放在眼里 而最擅长整治这种能装的人的大狗 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先看看年年是如何做到引起众怒的 哎呦,哥好帅 完了呀,我操 不是,你行不行啊,小涵 你怎么打这么漂亮 之前接待的时候不会挺厉害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们今天手感不好吧 遇到大狗这么强的对手 我们只能说是小涵运气不太好 发挥不好也是正常的 本来给老板打比赛压力就挺大的 如果老板在旁边一直用言语压力赔完 那么只会适得其反 尽管大狗已经对年年好业相劝 让他给自己赔完一个机会 但年年根本挺不进去 而也正是因为大狗的好心 这又让年年成功的把视线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大狗,我说你之前让你管理啊 现在我也有钱了 你知道我妈妈,我也养你啊 你是个毛啊 不会说话可以别说,知道没有 不是几天时间啊 你一个陪我啊,你现在装个毛啊,你在 俗话说有钱能是鬼推魔 虽然大狗爱钱 但是也不至于为了钱放下自己的尊严 现在身旁坐着比利姐 游戏中还有月姐的陪伴 榜上还有很多大姐 所以大狗根本不需要放下尊严 让年年养她 当青木川拒绝她后 年年更是变本加厉地 开始侮辱起了陪玩这个职业 青木川也是人无可忍吧 像她这样子啊 应该是这时间线看来没没多久对吧 没多久 算了赚了点钱就这么狂 她之后对吧 你反正记住一次话 人狂必有 你老婆先怎么这么厉害啊 打了打了 我也不知道 哎 我再给你住这一遍 你默认了 刚刚都 下一次默认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什么时候没救你了 啊 有问题 你们我知道了 你上次请我和月姐吃饭 什么时候今天跑出去了 就是去找年年去了 女人吃起醋来 男人是真的招架不住啊 昨天米丽姐在一旁坐镇 大狗就连月姐都不开玩笑了 求生欲极强 而几局游戏过后 对面陪玩依然打比分落后大马 此时年年又按耐不住 要压力陪玩的行为 陪玩的工作就是服务好老板 这没错 但是如果老板意味地 侮辱自己的人格和职业 那么陪玩自然也有反抗的权利 而小孩一出口 就爆出了年年的一个津贴消息 月姐来跟我跳一句 你行不行 打不过还受不人遛你 我喊你过来打银子 你看你打的是什么 你打的是什么 不行你看人家打了 你再看看你打了 你是废物吗 看你手把好一点 今天装的好一点啊 你那件事情 我不想说你真的 啥事情啊 你还不想折上我了 啊 你还不想折上我了 打这么菜 你 你当主女主播的时候 有大哥 你还要人家别的男的啊 啊 女主播啊 我都不想说出来的吗 你一直说我说我的 搞到我真的很烦 现在知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不是 你以后还能不能 接我 和我大哥的单子了 啊 你这样说我 你是不是不想接了 当小韩爆出年年 既然是女主播 并且还有一些不好的新闻时 新牡川也顿时惊呆了 之前他一直都以为 他是一个很菜喉 会讲笑话的陪玩 而现在不仅变成了女老板 并且还是个女主播 作为同行的大狗 自然也是很感兴趣的 可没等大狗说话 年年便开始对大狗进行攻击 搞笑你跟他当女主播了 我就说了怎么这么飘啊 哇 原来是装肚子 赚钱了呀 他有大哥啊 我就说呢 他装啥呀 刚刚 就你跟这大狗做一个陪玩 你说有什么前途啊 钱钱重的 女朋友女朋友找不到 我说年龄怎么突然变了个人呢 原来是有大哥杀礼物啊 不想跟你们这些陪玩说 不念一个层次 知道吗 陪玩耍啊 陪玩不是靠自己努力吃饭吗 对不对 我现在都做主播了 我就不给你这些陪玩给的计较了 你好好打 知道吗 一言不合就进行人身攻击 不管他是真的主播也好 还是假的主播也罢 这都是一种很让人不识的行为 每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陪玩的任务就是带给老板开心 而得到情绪价值提升的老板付出相应的报酬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此时的青木川还是对他的职业比较好奇 哎呦我当女主播了啊 这边多少个人啊 平时也都好几十吧 人多的时候有几百个人呢 那那多少挺好啊 人多的时候好几百个呢 好几百个啊这么多啊 哦哦哦啊 我大主播呀你是 我去几百个人的大主播啊 哦我可这么多啊 这种配玩是不能理解到的 知道吗 跟你们不是一个层次 不是一个层次的啊 谈到主播 在座的恐怕也只有青木川有发言权了吧 几百个人的直播间就可以让主播这么狂吗 而作为万人主播的青木川却从来不曾如此高调的 用职业选手装13的也曾被青木川当场揭穿 现在又来了一个女主播 此时青木川已经按捺不住想要上漏狗号的心情了 毕竟能让他打脸的场面也只有爆出自己的身份 哎呦 这是啥呀这是啊 啊 你不认识啊 你还说别人呢 真的是 他不正是一个畅牌吗 你不认识这个号吗 我知道呀 这啥呀 啊 职业选手的标啊 你也不知道吗 哦 这啥呀 职业选手吗 原官方认证的logo号都不认识 还敢称自己为主播 真的是大言不惭 不知道小韩是真不认识 还是故意细耍年龄子 而此时的年年也是一脸猛逼 只要没有亮出真实身份 职业选手依然不能让他收敛那嚣张的性子 而一局游戏又再次结束 年年还是没明白 哎 你都死了 你还在跟你说 我死了他了 还吹人家 我都被 我被狙击了呀 你还被狙击上了 对啊 你什么大主播 别人还狙击你 笨了吗 我 我不跟你吹牛逼 你要是这 你要这么搞的话 真的 我就不想再低调了 我本来就想低调一点 不想说的 此时的年年依旧还是泽丽 他不相信自己眼前瞧不起的这个陪玩会有什么特殊身份的 而青木川为了能够打年年的脸 他还是忍不住的告诉了他们 当他们到平台搜到青木川之后 我们再看看嘴硬的年年是什么反应 真的是你啊 你蛋糕 不是蛋糕 你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 你 你不要保存那个直播录片 我不是这样子的 我明天要剪辑 发素材 剪辑 你不是这样 蠢蠢 我等我把录片给他 不是故意这样的 我就要发作品 我发个作品 我让抖音的所有合并基因主播过来评论 转发一下 我看看你到底是 扯啊 我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告诉我你的名字 对吧 不是 你真的 你 你听我解释一下大狗 我不是这样故意的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当青木川爆出真实身份后 一听到大狗要发素材 年年立马就开始慌了 他不停的道歉 并且还很快的把昨晚书的钱 转给了月景 而青木川最终也还是心软了 他把年年教育了一顿 年年也知道错了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小爱也希望我们看到视频的小可爱们 不要随意以貌取人 随意侮辱别人的指引